欢迎大家收看中国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日本的核聚变能项目达到等力子体里程碑 马来西亚总理谴责西方在支持残酷的以色列问题上的人权虚伪 在一次重大的领导层重组中 有两位关键人物被免职 显示了中国领导层的不确定性 以及习近平总统权力圈的弹性 请大家收看 日本的核聚变能项目达到等力子体里程碑 日经亚洲 日本的核聚变能项目取得了重要的里程碑 成功产生了超高温等力子体 JT60SA研究设施能够产生高温离子化原子的云团 标志着首次等力子体的实现 研究的下一阶段将涉及建造和测试实验性的聚变反应堆 核聚变能是一种将原子和合并以产生能量的技术 有潜力成为下一代能源来源 与裂变相比 它是一种更清洁 更高效的能源生产形式 裂变是将原子分裂 聚变反应堆可以使用重氢作为燃料 重氢可以从海水中提取 从而不会产生温室气体排放 马来西亚总理谴责西方在支持残酷的以色列问题上的人权虚伪 南华早报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伊布拉辛批评了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 并警告情况日益严峻 尽管可能会招致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反弹 超过两万名马来西亚人在阿克西亚塔竞技场集会 这是这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亲巴勒斯坦集会 安瓦尔表示 自10月7日以来 已有超过5000名巴勒斯坦人 包括2000名儿童 在以色列的轰炸下丧生 他称这种情况为野蛮行径的顶峰 并问道 正义在哪里 人性在哪里 西方所谈论的民主理念和人权在哪里 安瓦尔与巴勒斯坦事业的联系 源于他在1970年代担任学生领袖的经历 这位他向国内观众展示外交技巧提供了机会 然而 政治分析师欧西孙警告说 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可能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包括对该国投资雄心的打击 采取亲以色列立场的西方公司 可能会推迟于马来西亚的贸易或投资 安瓦尔与美国15家财富500强公司的会议 可能会受到威胁 在一次重大的领导层重组中 有两位关键人物被免职 未报 据官方媒体报道 中国在一次重大高层领导层重组中 撤换了国防部长李尚福 此前 中国在7月份突然撤换了外交部长秦刚 但没有给出解释 据信 这两位部长都是由习近平总统亲自挑选的 美国的报道曾暗示李尚福正在接受调查 并被解除了部长职务 但中国方面拒绝置评 专家认为 这些撤换表明了中国高层领导层的不确定性 窗口打开 以恢复中美关系 南华早报评论版 有迹象表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 这将有可能与美国总统乔拜登进行面对面会晤 此前 中美经济工作组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 表明两国之间正在重新接触 此外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计划访问华盛顿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会面 进一步表明中美关系正在回暖 然而 重要的是要管理好期望 因为两国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几年前的状态 即将到来的美国选举季节可能会使事情变得复杂 因为候选人往往会为了政治利益而抨击中国 博茨瓦那的ODC停止了钻石销售 因为该行业试图减少供应过剩 路透社 博茨瓦那国有的奥卡万哥钻石公司 ODC暂停了其原始销售 以应对全球珠宝需求下降的情况 ODC每年举办十次拍卖会 出售其从英美资源集团旗下的德比斯瓦那钻石公司 迪普斯瓦那获得的25%产量 该公司取消了11月份的拍卖会 目前还在决定12月份的销售 ODC的总经理梅特拉 马西雷表示 由于不想将商品释放到供应过剩的市场中 公司不得不积累库存 这一决定是在钻石行业面临美国和中国需求放缓的情况下做出的 巴基斯坦不应集体惩罚阿富汗难民 半岛电视台 巴基斯坦临时政府已经给予阿富汗难民28天的时间离开该国 否则将被强制驱逐出境 此举是在政府声称 阿富汗人对今年的一系列自杀式爆炸事件负有责任之后采取的 尽管没有提供支持这一指控的证据 这一决定受到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广泛谴责 作者认为 巴基斯坦不应该因塔利班的行动而惩罚阿富汗难民 并呼吁巴基斯坦人向他们的政府呼吁尊重阿富汗难民的权利 菲律宾圣米格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投资竞争对手Metro Pacific 日经亚洲 三美勒三尼调首席执行官Ramon Aung 个人投资了竞争对手基础设施公司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urt MPIC 引发了两家公司合作的猜测 三美勒澄清称奇并未对MPIC进行投资 N的投资金额尚未披露 MPIC从事高速公路建设铁路和电力业务 两家公司在某些领域是直接竞争对手 MPIC的消息人士暗示 这次投资是两个企业的收费公路业务合并的前奏 最近的石油巨额交易表明 碳清化合物将继续存在沙特能源部长 路透社 沙特能源部长阿卜杜勒·阿奇兹 本萨勒曼王子表示 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最近的收购表明 碳清化合物将继续存在 阿卜杜勒王子在利亚德未来投资倡议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这些交易表明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不想收购被困资产 这些收购受到环保人士的批评 他们认为这些收购破坏了实现气候目标的努力 阿卜杜勒王子还表示 能源转型仍需要碳清化合物 包括石化产品 国际能源署本周表示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和中国经济向清洁能源转型 全球化食安料需求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 中国宣布撤换国防部长 此前他在公众面前露面已有两个月之久 外交官 中国已经撤销了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军的职务 此前他在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近两个月 此前前外交部长秦刚在7月份被撤职 没有提供任何解释 这些消失引发了对习近平总统权力圈的弹性的质疑 李尚福因监督从俄罗斯购买武器而受到美国制裁 这导致中国中断了与美国军方的联系 今年夏天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的四名将军也被撤职 中国高级外交官访问华盛顿 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 雅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计划于周四访问华盛顿与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会面 此次访问是纪布林肯6月份访问北京之后的一次会晤 也是在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进行的 届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可能会面 双方预计将讨论一系列问题 包括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俄罗斯、乌克兰战争 以及南海最近发生的船只碰撞事件 王毅可能会寻求澄清中国在与美国的关系 以及其合法关切方面的立场 中国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如何影响北京对加沙战争的态度 外交官 中国与以色列的紧密经济联系正在影响其在以色列加沙冲突中的外交政策 虽然中国在言辞上支持巴勒斯坦 但其与以色列的经济联系鼓励其采取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 避免直接责惯任何一方 这种被描述为亲巴勒斯坦中立的方式 使中国能够在复杂的局势中航行 同时为与美国合作留出空间 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主要源于对以色列的不信任 以及近年来由于以色列对美国关切的回应而导致的中国投资减少 中国与以色列的案例凸显了在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 平衡经济利益与政治关切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在多年来的首次仪式上签署了与美国农业购买协议的更新 雅虎 根据美国大豆出口委员会ASET的消息 一群中国公司已同意从美国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农产品 这些交易以非约数性意向书的形式签署 标志着自2017年以来两国之间首次达成此类大宗协议 签署协议的11家公司中包括阿彻、丹尼尔斯、米德兰公司、邦级公司和加级公司 中国立法者审查了对国家秘密法的拟议修改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审议了修订后的国家保密法草案的初稿 该草案将加强执政的共产党对信息安全的控制 并改善国家秘密的管理 尽管草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但人们认为修订后的法律将增加新条款 以重申党对信息安全和关键信息安全技术的控制 这些变化还将要求标记与国家秘密相关的电子文件 并对国家秘密进行年度审计 这一举措是中国在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方面努力完善的一部分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和新闻解读者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闻 让我们来做个简要总结 首先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削减了2023年的投资计划 因为由于乌克兰冲突的影响 该公司正在寻找新的出口市场 其次 日本在核聚变能项目中取得了重要的里程碑 这是一项潜力巨大的能源技术 马来西亚总理谴责西方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的人权虚伪 但这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投资带来一些风险 中国的高层领导层重组继续 这次是国防部长被撤职 这引发了对中国领导层的不确定性的猜测 三浪公司提高了全年利润预测 这得益于成本削减和价格上涨 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可能与美国总统乔拜登进行面对面会晤 博茨瓦那的ODC停止了钻石销售 以应对全球珠宝需求下降的情况 巴基斯坦的临时政府决定驱逐阿富汗难民 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菲律宾圣米格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投资竞争对手Metro Pacific 引发了两家公司合作的猜测 沙特能源部长表示 最近的石油巨额交易表明 碳氢化合物仍将继续存在 亚洲冠军联赛中 土和红钻遭遇了失利 而中国冠军武汉三镇则获得了胜利 中国在与美国的经贸关系中 签署了一项大宗农产品购买协议 中国正在审查国家秘密法的拟议修改 以加强对信息安全的控制 印度计划增加外交人员队伍 以提升外交服务的能力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想对这些新闻内容 进行一些深入的分析 首先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削减投资计划的举动表明 该公司正在努力寻找新的出口市场 以弥补在乌克兰冲突后失去的欧洲市场份额 这也反映了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重要性 以及它在全球能源市场中的地位 日本在核聚变能项目中取得的进展是令人振奋的 这种清洁高效的能源形式有望成为未来的能源来源 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测试才能实现商业化应用 马来西亚总理对西方在支持以色列问题上的人权虚伪发表了强烈的批评 但这可能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和投资带来一些风险 在国际关系中 经济利益和道义原则之间的平衡一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中国高层领导层的重组引发了对中国政治稳定性的猜测 这也显示了中国领导层的不确定性 以及习近平总统权力圈的弹性 三案公司提高全年利润预测的举动表明 该公司在成本削减和价格上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 需求疲软的问题仍然存在 尤其是在中国和欧洲市场 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 包括习近平主席可能与拜登总统进行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 然而 我们必须管理好期望 因为中美关系不太可能恢复到几年前的状态 博茨瓦那的ODC停止钻石销售的举动表明 全球珠宝需求的下降 对钻石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也反映了供需关系的变化 以及企业在应对市场挑战时采取的策略 最近的石油巨额交易表明 碳氢化合物 仍将继续存在 这是沙特能源部长的观点 这也说明了能源转型的复杂性 以及在实现清洁能源目标的同时 继续使用传统能源的需要 印度计划增加外交人员队伍的决定表明 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也是印度在提高外交服务能力方面的一项重要举措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内容的深入分析和观点分享 我相信各位观众对这些新闻也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现在我想邀请各位观众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